TTG让2追3RW侠 轻轻回首发连C3局 不仅狂铁拿下5杀 马超更是神龙附体 带队逆风大翻盘 本以为RW侠2比0TTG后 这场比赛势必要3比0速通 TTG早早下班 可让人没想到半路杀出个无精小 因为之前轻轻因家里有事请假 游替补仙宇跟队伍征战效果不错 上一场TTG凌风狼对轻轻想回归首发 有些让人担忧 可故事情节就像编的一样 这场首局输给RW侠后 轻轻终于有机会回归首发 就在轻轻上场热身一局后开始发力 不仅轻轻狂铁拿下5杀扭转局势 单回一局 第四局的冷门英雄敏玥 也打出了诸多高光画面 输出占比32.8 全场最高 死了死了 无数位的呀 死了死了 无数位的 一样能打 死了死了呀 无数位的 死了就死了 这逼的呀 不消来了 刚刚不消都不在 我就这么跟你说 这波上路兵线应该能一波 你说的时候还给小白球 你也还是打不了 不消没来都打得过 兄弟们 不安法 我们恭喜广州TTG 大行学太后 进入决赏局 全身局 再次一分 不仅如此 第五局十分钟 TTG列于RW侠5000经济时 关键节点只有5300-2的马超 跟RW侠打出了二环二后背 Vly夏洛特黏住 轻轻撕鞋马超 根本看不到如何逃脱 Vly夏洛特却瞬间被暴君击飞 只能看着轻轻马超扬长而去 要收尾 七星光芒剑 怎么说 还想收马超 马超 戳枪往后拉 龙 哎呀呀 龙这波劝住了 卧槽 龙睁眼了 轻 你不要死 轻 这把你要血塞 拍了一下飞牛 没拍到 轻轻 轻轻 我去 轻轻 养了条龙 有宠物 轻轻 卧槽 好了 飞牛得气死 这波 飞牛这波得人能气死 这本来飞牛 这波其实夏洛特是必杀马超的 必杀 同时 轻轻跟队友还拿下暴君 这波操作 轻轻好似神龙附体 让轻轻的经济 在四分钟的时间 刷到了一万冲上 全场一号位 最后随着翻翻张飞 开个好大全员突进 TTG 让二追三 RW 下 逆风大翻盘 直接死 要被翻盘了 RW 下 我送不回去了 打这么大优势 送不回去了 4400块的马超 打6000块的夏洛特吧 然后被翻了 没听说要没 总决赛 再次复刻了 一模一样 但是那次好像没输 总决赛的时候没输 那个问题还是没解决 就是没有人控制 空的住场 没有人空的住场 RW下 没人空的住场 一速度就停不下来了 就再也组织不起来了 反而TTG 在RW下 出现失误之后 那波弱小龙的决策 真的 导播给下语音回放 那波弱小龙的决策 我觉得做得真的很漂亮 总之 TTG对阵RW下的后半场 由于轻轻地带动 全员状态回暖 频频站出来 打出高光画面 但上一场跟队伍 林风狼队的先语 又要稳定替补 反观RW下 却越打越上头 葬送好局 先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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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感谢观看